在视频还没有开始前 有个重要事情给他说一下 不是所有朋友留言 问我直播在哪里看吗 现在大家只要给视频点个赞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右边的奥尔玛进群 或说甘众网公众号 阿萨社区回复黄金群进群 就可以在群里面听我的直播了 每天下午open和晚上的美盘 都会通过直播 帮大家梳理最新的策略机会 那么一起撞钱 大家好 我是乔老师 那么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二了 在昨天的行情当中 我们的思路是黄金去做空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黄金它有没有跌呢 没有跌 对不对 但是你要回想一下 昨天说黄金做空单是怎么去做呢 是反弹到压力位附近之后去布局 昨天压力位在什么位置呢 在2163附近 对不对 那我们昨天是说 黄金反弹到2165附近去布局这个空单 目前来说的话呢 思路呢没有变 对吧 我们说的是属于什么 属于反弹之后高位空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既然反弹上去了 那么今天呢 就是这个下跌机会呢 就开始呈现出来了 所以说对于今天来说呢 黄金还是可以继续空 这个空的话呢 去做空有两种思路 第一个呢是限价空嘛 第二种的话呢 是可以稳健一点 你可以稍微再高一点 或者说稍微再低一点 这个呢 我们等会儿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一样呢 先看一下欧元 欧元在昨天的讲解当中的话呢 欧元怎么说呢 欧元昨天说去做空单嘛 对不对 欧元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呢 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 形成了这个破位回落的走势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一小时级别当中 这一段下跌 就是昨天的下跌空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跌了多少呢 昨天的话呢 是从那个1.09 跌到了1.086 这段的话跌四个点 跟我们分析点位差不多 我们昨天说在什么位置接空呢 在1.09 或者说1.091 为什么是1.091呢 因为它上方的话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价位嘛 就这里是一个支撑 那么这个价格呢 就是在1.091附近 对吧 或者说呢 在这个小高点嘛 所以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欧元呢 基本按照我们所分析的 呈现出了整体下跌的这种节奏 问题不大 是吧 上方压制 下方低点回落 所以呢 很明显 空这个方向不变 继续往空的方面去做 那么空 这个方向不变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 是要现在做呢 还是要反弹周在做呢 还是什么时候在做嘛 对不对 就这个问题了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大的周期图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日线 日线级别的话呢 属于小阴线回落 四小时级别呢 属于下跌之后横盘 继续下跌 其实四小时级别当中呢 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了 什么节奏呢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 加减加的一个走势啊 对不对 加减加的话呢 可以说是天天 给大家讲的一个形态了 因为加减加这个模型的话呢 在行情当中呢 出现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不管是四小时 还是什么小 还有五分钟图 还是十五分钟图 都会出现这种形态 那么加减加的话呢 空间一比一嘛 那么既然是空间一比一的话呢 那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完成一比一的比例呢 其实没有 对不对 按照一比一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就当成这样嘛 就当成这个位置破位下跌吧 对吧 当成前面 前面这个呢 就属于什么 就相当于像这个空间吧 欧元的话呢 第一波加速下跌是1.096 跌到1.087 也说90个点 OK 那么第二波下跌的话呢 我们从这里算吧 从这个1.09算 1.09算的话呢 跌90个点 那就是1.081 1.081在哪里呢 画一个支撑 大家这个位置 这里的话呢 这个点位的话呢 就是1.081了 OK 这位置是1.081 所以要照目前的节奏来说的话呢 这个欧元呢 大家所说的方向呢 是空 对不对 那跌到什么位置呢 跌到1.081 1.081在哪里呢 左侧低点附近 这完全符合下跌节奏嘛 下跌之后反弹继续跌 加点加模型 所以呢 目前来说的话呢 欧元继续下跌 在没有突破1.096之前 1.091之前呢 这空单可以去博弈 目前的点位是在 目前的点位呢 是在1.087 1.087这位置 那么到1.081 大概有60个点 空间的话完全够了 止损的话40个点 目标的话60个点 这个是OK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是欧元 那么纽元呢 纽元在昨天讲解当中的话呢 其实纽元的话 昨天是说了一个点 什么点呢 没有突破这个压制之前呢 继续做空 纽元的话呢 在昨天的日线级别当中 给它标这个点位嘛 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这条线呢 是比较重要的压力位 上涨阻力位 为什么呢 你上前面跌的时候 这个位置有支撑 然后反弹的时候呢 长上引线都在这个位置 压制住了 然后反弹的时候呢 对不对 然后目前的话呢 破位下跌继续回落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位置不突破之前呢 肯定是下跌的 这个点位呢 是在0.611嘛 0.611 那目前价格呢 是在0.607 0.607到0.611呢 大概4个点 那么以40个点博弈 40个点止损 40个点的止损 去博弈它下跌的走势 而且这个下跌的话呢 它不是普通的下跌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趋势性的破位 它属于趋势性的破位 什么叫趋势性的破位呢 就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热线级别当中 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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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连 然后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下跌支撑线 下跌趋势线嘛 这线怎么样呢 破了 昨天 没有反弹上去 然后今天呢 阴线往下回落 这属于破位 通道破位 或者说结构破位之后呢 就会有大的行情出来 你切换到4小时级别 就可以发现嘛 下跌之后反弹 这高点没有破 然后继续下跌嘛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呢 这个纽圆呢 它的节奏呢 刚刚讲的欧元 还是蛮像的 欧元的话呢 属于加减加的一个模式嘛 下跌 那么这个纽圆的话呢 其实节奏也差不了多少 就这样的一个回落走势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换一种思路去分析 换个什么思路分析呢 那我们就不用加减加嘛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就用布林带 那比如说一小时级别加入布林带 它会出现什么节奏呢 加入之后 你可以看到 行情在前面布林带暴跌之后呢 布林带开口向下 其中单边下跌之后呢 盘盘调整 盘盘调整之后呢 并没有往上 是往下了 反弹布林带中轨上不去 就继续回落嘛 对不对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节奏呢 你可以感受到 按照目前布林带的节奏 行情未突破上方高点 0.61 0.61 这会之前呢 可以继续保持顺势看空的节奏 这个欧元跟纽元的情况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家呢 可以去把握这个机会 那重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势 黄金怎么样呢 其实黄金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去思考一下 首先的话呢 在日线级别当中 日线级别当中呢 昨天很可惜 因为昨天的话呢 它其实已经跌破了布林带 它其实已经跌破50了 但是呢 最终没有形成下跌 对吧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说这个黄金呢 它可以跌吗 还可以 还可以跌 就是说这个下跌空间呢 有可能不会特别大 这个沉嫩 为什么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嘛 布林带呢 这段持续上涨 如果跌的时候呢 它不是暴跌 它不是加速下跌 它连中轨都没有到 所以的话呢 你想着什么 前面这个位置长的 然后重新跌到这个位置 那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不要想着跌到布林带下轨 你要想着什么呢 想着是跌到布林带中轨就可以了 布林带中轨的话呢 就是在2127 现在是2127了 比如2130吧 目前点位是2160 2160到2130 还有30美金 30美金 也有这个空间的话呢 如果说黄金要跌 还能跌多少呢 它能跌多深呢 大概有300个点 差不多了 如果300个点 还要加速 那就另外一种走势 对不对 目前黄金的节奏呢 还是非常清晰的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 行情暴涨之后 回调的过程当中 只是人家回调力度 有点小 它不是什么暴涨之后 就直接跌 但是暴涨之后呢 高位调调调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调 也有可能是暴涨之后 高位调整 继续创新高 这都是有可能 但至少呢 你不管是暴涨之后 创新高 回调创新高 还是暴涨之后 高位调整 至少呢 这个位置 调调调整 还是有的 那什么时候 结束调整呢 那就说明天嘛 那就要到明天嘛 不是今天 因为明天的话呢 才是本周重点数据 每年处理决议 加报外讲话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半夜 两三点不睡觉的话呢 可以那个时候 起来去做这个单 OK 所以那个今天的思路啊 比较老想着什么 暴涨暴跌了 做一个震荡 做一个区间调整 做一个范围之内的波动就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 目前的一个整的思路 那从细节上来看的话呢 比如我们看一下 四小时级别 从细节上来看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 目前这个黄金啊 回过头来看一下啊 就回过头来思考一下 其实呢 它的波动呢 还真的就是在 某个区间之内 这个某个区间 是哪个区间呢 就是在布林带下轨 跟布林带中轨之间波动 是吧 行情每次涨到 布林带中轨的时候呢 就是黄金四小时级别 行情每次反弹到 布林带中轨的时候呢 它就出现单针探顶 出现单针探顶 然后就跌了 跌了 对不对 OK 既然你用这样的规律 那没问题啊 单针探顶呢 它属于顶部信号的一种 那如果说 它接下来也出现 单针探顶 或者说阴包阳 好啊 那就下跌吧 对吧 所以说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 上方布林带中轨的压制 很强 下方下尾的支撑 也很强 所以组成了一个 组成了一个震荡区域 今天的行情呢 大致呢 应该也是在这个 范围之内调整 明白吧 把这个捋清楚之后呢 我们切换到 一小时级别 一小时图当中的话呢 其实大家 比较认可的一个形态 是什么形态呢 就是经常给它画的 那个下跌通道嘛 或者说下跌这种 三角形 OK 你们可以发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信号 就是说 你像前面的时候 前面是多 前面呢 就是在前面21 这个最高点是什么位置 现在都忘记了 就上方最高点 2194 2194嘛 上方最高点位 2194的位置 它怎么样呢 它到了顶部之后啊 经过了一段时间 三天的调整嘛 应该差不多三天左右的调整 然后选择颇位下跌 对不对 OK 那你可以发现到 在底部的时候呢 经过长时间调整 它要选择上涨 是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也调整几天 前面下跌 大家可以发现 调整的时候呢 调整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调整时间有点长 然后到中间的调整时间变短 变短的话 就直接到微型了 微型了 到微型了 对吧 你像昨天就很蛮调整 就时间有点长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等待方向 那我们按照这个节奏 上方压力压力压力 OK 那么回调概率就比较大了 是不是 我不管你能不能跌到2150 我不管你能不能跌到2150 至少的话呢 从目前2160这位置来说 它这个下跌概率呢 还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还是比较大 因此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 怎么样呢 可以先看空嘛 先回落嘛 先下跌嘛 是不是 点位呢 给它标注一下 上方2163 左侧低点2150 2150嘛 然后昨天最低点的话呢 是在2145 也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呢 整体节奏 比如说一小时级别 黄金整体节奏是什么呢 偏震荡一点 偏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的范围 有多大呢 如果说目前的最高点 那就是2163到2146 这个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的话呢 就等于17美金嘛 我看一下啊 差不多17美金 对 那如果说不去算最高点 也不去算最低点 取个中间值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2160到21 看这个位置 2150吧 也就10美金的一个 10美金的一个范围 100个点的一个范围嘛 对不对 所以可以先有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今天的波动有多大呢 预计就是10到17美金 100到170个点 这种范围 OK 因此的话呢 今天的行情啊 因为今天没什么状况数据 然后明天又 飞龙数据 明天又没出了一决议 大行情 肯定是集中在那个时候 那么在目前行情 偏震荡的节奏情况之下 那么就按照这种空间去交易 所以目前黄金的话呢 其实就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直接跌 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反弹到左侧高位再跌 左侧高位是2173 2172这个位置 对吧 换句话来说呢 黄金啊 他要么就是先涨10美金 先上涨10美金 就这一段吧 10美金 然后再跌 要么就是直接下跌嘛 对不对 要么就直接下跌 跌下来 所以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呢 黄金更加偏向于做空这个方向 如果说做多 OK 就这一段反弹 然后呢 到了上方跌 回落下来 跌到50 或者45 这位置 所以总的来分析的话呢 黄金啊 你做多可以吗 那就要什么 要冒进的风险 怎么办 把这个位置呢 先这样定 行情 或者说市场 什么时候给到合适的机会 那我会在直播的时候呢 或者说我们黄金群的时候呢 时时跟大家去分享 那如果说 如果说想关注这个机会的朋友啊 那你就扫一下评论的奥马 或者说观众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然后进群之后呢 乔老师会跟大家一起 时时去观察这个机会 如果觉得机会好 那就直接在黄金群 或者说直播的时候呢 带大家去做这笔交易 OK 这是黄金 最后呢 来看一下原油 这原油的图还在这里 还在这里呢 对不对 原油的话呢 昨天跟他怎么讲的呀 还有人记得吗 原油的话呢 昨天是跟他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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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昨天是跟他说 这个原油啊 在四小时级别当中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破位上涨的节奏 对不对 原油前面这段强势拉伸 形成了短线回踩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镰刀形态 OK 镰刀形态形成之后呢 回踩没有跌破 61.8这个位置 61.8 飞波6.8嘛 也就是80.12 没有破 行情再创新高 涨到哪个位置呢 涨到飞波138.2附近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节奏呢 很完美 非常完美 对不对 那么像昨天所说的 这个原油啊 它反弹到飞波138.2 它就是反弹结束了吗 并不是 对吧 按照目前的行情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有小阴线下跌 OK 是有 但是呢 问题不大 是吧 你也不能说人家 它长的过程当中 你连小阴线都不给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 回调 回踩 会有 没问题 OK 这样是对的 那么回踩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找得更好 找得更高 那么它会回踩到哪个点位呢 这很好办嘛 加个布林带不就可以了吗 按照目前的节奏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嘛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说行情回踩 按照一小时级别 K线是不是维持在 布林带中轨上方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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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应当是回踩中轨之后去做多 中轨在什么位置呢 就刚刚所描述的这位置嘛 原由一小时图端中 布林带中轨呢 是在二三 八二这位置 OK 八二附近做多嘛 对吧 像前面一样 回踩之后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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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附近做多 据博弈涨到 第一目标 八三点一 然后再涨到 飞波六点八 八四附近 所以目前行情呢 很完美 对吧 该的点位 就说给的点位呢 基本上都到了 那像乔老师 跟他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那么详细 对吧 如果说 你还听不懂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继续在 直播的时候 或者黄金群的时候呢 多去交流 今天 黄金的话呢 有可能波动 就在100个点到170个点 这范围之内波动 但是原由的话呢 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要去做交易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 原由的方向很清晰 就是做多 然后这个黄金的话呢 是要去做空 只不过呢 现在做 还是要高位去做 那我们就要 再仔细去观察 OK 别再没啥了 那我们就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